我是在星光彩月上班的T小姐 我們之前遇到颱風天的上班情況 我們必須要等百貨通知 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上班 可以回家 其實台北市都已經公告 停止上班上課 但是店長還是會覺得 今天的業績不夠 希望我們可以留在百貨公司裡面 繼續充業績 在星光三月的百貨公司有一個貴姐 她在下班之後她回家 剛好遇到風很大 然後把路邊的路樹吹倒 然後撞到她 結果造成她頭顱出血 然後送家戶病房 所以這其實不是個案 這其實每一年台風 我們都會遇到像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勞動部現在目前為止 只有一個叫做 天然災害老公管理的要點 它只是一個要點 它根本不是法律 它沒有任何的強制性 勞動部每次到台風店 它就只會說 建議老闆不要扣薪 不宜扣薪 然後說不宜視為礦工 不宜視為遲到 然後說不得強迫補班 可是實際上這個要點根本沒有屁用 我們在每一次的問訣釣討裡面都會發現 百貨公司的貴哥貴姐 甚至到餐廳的服務人員 他們其實很多都還是被強迫要上班 而且很多如果你今天不來 你就是要用試駕去補 你就是下個禮拜 你還要再重新來補上班 這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今天是開店的時間 遇到台風天的話 那就是要等樓管通知去上班 那其實外面風雨很大 呃 雨很大也都很危險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必須出去上班 有可能是自己騎車 那其實都還蠻危險的 我記得去年尼伯特颱風的時候 就有花蓮的原百 就有員工就是出勤的時候 就遭到就是意外 被數打到然後就過世了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希望就是百貨公司 可以重視員工的生命安全問題 然後在台風天的時候 可以停止讓我們上班 我們在之前的這個台風天來的時候 我們做的調查發現 就是很多百貨公司 他們其實在台風天都會強迫這些專櫃人員要上班 這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當然今天在這邊是針對百貨公司 但是其實我們也要呼籲各位社會大眾要說的是 其實這是服務業普遍遇到的困境 大家想一想在台風天放假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風大雨大 然後你下午想要去逛百貨公司 這些貴哥貴姐他們就要提早兩三個小時 到百貨公司開店整理 那他們出門的時間其實就是風雨震大的時候 去年寧波特的台風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做這樣子的問卷調查 就已經發現非常高比例 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這些人 他們都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有些貴商是希望他們可以放假 希望他們可以在家裡好好休息 可是百貨公司用法單的方式要求說 他們一定要來上班 如果你今天不來 空櫃一個小時就是兩千塊 在上面往上加三千、四千、五千 你一天的收入也不會才一千出頭而已 你怎麼有這個能力可以去付這個法單 之前我有遇過就是捷運已經停蝕了 然後我們沒有交通車可以回家 然後下班的時候 外面就已經風雨非常的強大 然後我們從員工出口走到捷運站 可能只要五分鐘的時間 可是我們必須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才可以走得到一個可以遮風擋雨 然後也不會被吹走的地方 然後可以在那邊可能 就大家在那邊等計程車 然後可是其實呢 也沒有什麼計程車可以招得到 然後再加上呢 百貨公司他們也不會提供我們交通津貼 貴姐姓命 沒人在意 沒人在意 貴姐姓命 沒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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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大與大 風大與大 讓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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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最擔心的事情 為什麼要放颱風架 其實就是我們擔心 颱風所帶來的強風豪雨 有可能會讓出勤 讓出來上班 出來出勤工作的勞工朋友們 可能在工作現場 甚至在行情途中 都有可能會因此受到職業災害 如果今天一個勞工在路上 在颱風天出勤的時候 受到職業傷害 他會被送到哪裡去 他就會被送到醫院去 在颱風天的時候 醫院基本上也是屬於人力減縮 也是屬於備戰的狀態 如果說因為雇主的這些 雇主要求勞工要出勤 在不適宜的狀況下要求勞工要出勤 讓這些人受傷了 那雇主要不要負責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 醫師的還有 就整個醫療院所的勞工狀況 其實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尤其是在 颱風天這種特殊情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力是更吃緊的 如果說因為這樣子 而導致醫院的急診 更加的擁捨 或是因此受傷而來的 病人越來越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我覺得嚴重的問題